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们又事实证明了有钱是真的可以为所欲为 今天我要给大家讲的这位故事的主人公也是一位花钱买爱情的人 不过他不是从一开始就这样的 他因为一场金融风暴输光了家底 妻子离他而去 等他多山再起后心情大变 同时交了三位女朋友 还和他们一起同吃同睡 最年轻一位才17岁 比他二字要小生好几岁 最最最毁三观的是 他在他们睡觉的房间里摆满了摄像机 美约其名 情趣 这位神人就是香港第一丑男 人称八两金的叶静生 看到这里可能有人会问了 八两金是谁啊 我不认识 小编你开始编故事 骗流量了 别急 你先看看下面这张照片 是不是就眼熟了 在娱乐圈可以说拥有颜值就是拥有一切 只要有一张好看的脸 就已经成功了一半 但凡事都有例外 就像新花总有绿叶衬 他从业几十年就只得过一个奖项 最丑男人选举冠军 叶静生1954年出生在中国香港 因为相貌别具一哥 他的童年过得非常不愉快 亲戚们对叶静生冷眼相待 小伙伴们也总是欺负他 不跟他一起玩 就这样伤寒累累的叶静生只能终日与电视机为伴 电影里生动的故事和人物形象成功排解了叶静生的孤独 也让成为演员的梦想在他心里扎根 但是他的梦想遭到了父母的强烈反对 父母认为以自己而自的相貌 成为明星简直就是天方夜谭 在父母的阻拦下 叶静生也对自己产生了怀疑 于是在离开学校之后 就成了倚族的一员 他做过很多工作 可无论走到哪里 都因为相貌原因被歧视和欺负 在社会中受到不公平待遇 越发的坚定了叶静生出人头地的决心 他终于不再犹豫 开始向梦想的演艺圈迈进 叶静生非常幸运 他进入演艺圈的时候 香港的演艺业正在蓬勃发展 因为行业火爆 各式各样的角色都很需要 所以当时的剧组对相貌有着很强的包容性 但是以叶静生的天资 主角是肯定是想都不用想的 从1992年开始 叶静生开始在各个电影里跑龙套 但是他并没有因为角色不显眼而自暴自弃 每次表演他都尽全力表现自己 吸引导演的注意 刚出道的那几年 他陆续出演了机密档案石鹿 《火蝴蝶》 连正第一集《至尊三十六记之偷天换日》 《独神2》等电影 因为长得太有特点 即便是龙套 他也成功吸引了观众的注意 1995年叶静生终于获得了一个不那么酱油的角色 在电影《鼠胆龙威》中 他演技非常出彩 让他获得了不少信心 在娱乐圈混出了名堂之后 叶静生还做起了生意 叶峰时期 他拥有一座九层的鞋子楼 作用千万神家 演艺界商业界 事业双开花之后 叶静生还娶了一个漂亮的老婆 何专童 人称八两菜 足足比他小二十岁 在八两菜二十三岁时 为八两斤生下了一个儿子 叫做八两仔 叶小婷 可能是因为外貌上的自卑 叶静生在娶了老婆之后 格外珍惜 对何专童极其宠爱 没料到身边人原来只能共富贵 不能共患难 原本他们本是恩爱的一家 可是好景不长 1997年香港遭遇金融风暴 楼市大跌 以前炒楼的一丸富翁 老爹三级 并被轻盘追债 八两斤说娶了这个老婆 只因全世界只有她愿意和自己拍拖生孩子 事业一夜间全没了 熄热的娇妻八两菜 竟也在此时抛下儿子不顾 舍她而去 八两斤感到十分难过 但又无可奈何 她说 老婆走了 全世界都只会觉得是她的不对 因为她样子生的不好 而别人只会一貌取人 现实远比八两斤想象的还要困难重重 那段时间的她除了要挣钱还债 还要照顾儿子 但债主们不会管她的不义 妻子跑楼以后 所有的讨账人都找上了她 无奈之下宣布破产的她搬离了住所 但讨债的债主却将她欠债的事情登了报 搞得租房子都没有房东愿意租给她 被逼的走投无路的八两斤 听说拍电影很挣钱 便想去办个丑角 缓解燃眉之急 所以她的外形条件根本没有剧组肯用 除了一些怪蛋的风月片 为了赚钱八两斤最终咬咬牙妥协了 但就在她硬着头皮拍完时 制片方却以票房差 唯由拒绝支付报酬 乌龙偏逢连夜雨 她曾经站在34楼 想月身而下时 突然听到明明已经上学的儿子 在后面叫爸爸 就这样儿子成了八两斤活下去的动力 他是一个好父亲 看到年幼被母亲抛弃的儿子 他心软了 在心底暗暗发时 要爬起来 继续闯出一片天地 和儿子一起坚强地活下去 这之后叶金生开始疯狂 拍喜还债 也再不挑角色 给钱就出演 当时正在为电影选配角的周星驰 一眼便看中了八两斤 但彼时的八两斤却还在因为自己的相貌 自卑地不敢上前 星爷的上师让他意外的同时又很惊喜 他们一起合作了《时神》 《喜剧之王》《千王之王》《两千》等都部电影 尤其是在《喜剧之王》中饰演的大老板Perry 因为从耳朵头发中爬出虫子 让他的人气成功赶超李建仁饰演的如花 渐渐地叶金生成了周星驰的金牌配角 开始大红大紫 在获得最丑男人选举冠军的时候 叶金生也没有很失落 反而大方地说 我不介意做丑角 只要能令观众发笑 我就有满足感 在香港娱乐圈集体炮轰周星驰的那段时间 八两斤选择力排众生 站在身后力挺他 他称自己常把周星驰的恩情意重放在心中 儿子三岁就带他去公司和他一起玩 还隔空喊话 其他人称 做人不要今天有关照 你就是好人 明天没合作就是仇人 最后还不忘感谢粉丝对周星驰的支持 瘦死的骆驼比马大 八两斤凭借着这些让人印象深刻的小配角 逐渐改变了他窘迫的生活环境 后继商业头脑的他 还会利用自己的人气 去接商演和小成本电影赚钱 然后再用赚来的钱去做服装生意 在这种钱生钱 历生历的经营模式下 很快叶静生就凭借自己的底院 东山再起 再次成为了一个身家千万的大富豪 经历了人生的大起大落的八两斤感叹道 有钱的时候酒肉朋友不少 人却很孤独 没有感受过人世间的温暖 现在经历多了后 看淡了一切 许多年后 他在深圳拥有了一栋两千多平米的别墅 还坐拥三个漂亮的老婆 虽然没有和其中任何一个真正结婚 但叶静生和他们早已融为一体 生活美满 大老婆成熟丰满 二老婆勒挪多姿 三老婆最厉害 是一个比叶静生儿子都小的 17岁未成年小姑娘 叶静生曾在媒体面前毫不掩饰地 大谈自己的私生活 他们三个睡一间房 我自己睡一间 没有我的批准 不可以随意进入我的房间 有需要现找他们入房 我有时也会叫三个人一起睡 老大叫猪扒 以大老婆的姿态长版八两斤左右 老二叫小红 拥有30C的傲人身材 老三叫阿妹 样貌清纯 重要的是她只有17岁 深得八两斤的宠爱 八两斤在谈到老三时 这个丫头又白又滑 腿又长 才17岁 比我儿子还小啊 面对网络 关于她在房间中安装摄像机的传言 她也非常直接 这就叫做情趣 拍影片 没事的时候可以看看 好过瘾 一直以来儿子都是八两斤最大的牵挂 虽然她外形不佳 但儿子叶小婷 却生得肤白帅气 妥妥的偶像派 在人生的低谷期 她曾带着儿子四处走学 表演赚钱 为了儿子也没有再去 一个人将她养大承认 她演出时一般只接本地的活动 因为怕坐飞机不安全 儿子会失去她这个顶梁柱 如果非得坐飞机 八两斤会将保险箱密码洗下 以免出意外 儿子没钱花 如今叶京生的儿子叶小婷 早就长大成人 已经67岁的叶京生 没有了烦恼 开始安心地享受其人之福 但既然提起叶小婷 我们就不得不讲讲 她那耐人寻味的长相了 叶小婷刚刚生下来的时候 长得一点都不随父亲 萌眉大眼非常可爱 对此当时还有无聊媒体 调侃叶京生是不是被戴了绿帽子 仿佛是为了打媒体的脸 随着年龄的增长 叶小婷拼命地长成了父亲的模样 谁也想不到 当初那个小正太 这些年是经历了什么 才能这么向着自己的父亲 虽然也有网友认为 叶小婷比父亲帅得多 但仔细对比 我们不难发现 叶小婷的帅是发行决定的 只要不考虑发行 这父子俩简直就是复制粘贴 换汤补换药 好在有强大的叶京生撑腰 叶小婷应该不会再走一遍 父亲的老路了 可能有了第一次被抛弃的经验 让烈京生对婚姻充满了不信任 才有了他晚年放荡不羁的生活 但只要当事人都幸福美满 我们作为旁人也不好忘加评判